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拉雄 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争 先来看一下战场 战场斗争极度紧张,俄罗斯终于有了突破 昨天说到俄军在阿富地乌卡 利用天气导致乌军对战场监控能力减弱的机会 突击进入了阿富地乌卡东北部 就是腰部的城市区 当俄军进入城市区之时 就意味着巷战开始 这对于数量和武器都具有绝对优势的俄军来说 这是重大的进展 在该地跟俄军作战的是乌军第47旅 由于俄军在该地的重大突破 现在第47旅正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 如果不能将俄军在市区边缘的据点拔除 就意味着乌军可能无法挡住这股俄罗斯部队的进攻 撤出只是时间问题 也正是看到了这种严重性 走位这里的主力 乌克兰第47旅已经拿出来自己的看家武器 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和布雷德利战车 出了阿弗蒂布卡 俄罗斯军队似乎也想在库布扬斯克搞一场大的行动 据福布斯报道 俄罗斯在库布扬斯克方向集结了500辆坦克 600辆战车和4万名的士兵 从这个集结规模来看 似乎俄军的目标不只是一个库布扬斯克 而是要夺回哈尔科夫州 不过俄罗斯能够拿下库布扬斯克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成绩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几个月前 俄军集中了8万人的部队 要想收复库布扬斯克 结果是什么进展都没有 而现在俄军重新的发起了库布扬斯克战役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觉得乌军炮弹短缺 第二个是总统普京又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 普京想在选举前完全占领顿杰斯克 和卢干斯克的行政区 至少要收复哈尔科夫州的一部分 普京的小辫子就是在后面猛抽 俄罗斯军队不得不拼命的向前攻 通过不断的进攻 来为普京的总统大选献上一份大礼 我们来看看最终 俄罗斯军队进展如何吧 昨天 俄军单日阵亡810人 再来看一下战场之外的其他消息 美国方面美国众议长于上周六 宣布了对乌克兰援助进行无限期推迟 惹恼了拜登 拜登打算对众议院提出的 仅支援以色列的方案进行否定 很多网友都认为 如果将来特朗普上台之后 肯定会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特朗普上台之后 一定会像其他的政治家一样 对乌克兰进行不遗余力的援助 也有网友指出 川普澄清了对乌克兰的立场 称上任后会继续资助乌克兰 并将迫使欧洲国家匹配美国 向乌克兰提供的任何物资 川普说我们已经投入了2000亿美元 而欧洲国家只投入了200亿美元 而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更重要 对于上面的这个报道 我相信特朗普确实是这么说的 因为符合他的性格 但特朗普让欧洲匹配美国 向乌克兰提供的任何物资 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欧洲国家毕竟不能跟美国相比 如果特朗普强行这样做下去 很可能会惹翻欧盟 还记得特朗普第一任期 当总统的时候 跟欧盟因为贸易战打了鸡飞狗跳 这次他自己的小算盘又开始打起来了 说到底商人出称的特朗普 不会让别人占一点便宜 他这是精打细算 算盘打得啪啪响啊 与此同时 网络上特朗普一天内解决了俄乌方案出炉了 大家来看看特朗普的一天之内的解决俄乌战争的方案 究竟有哪些东西吧 看到这个方案我估计 那些认为特朗普会支持乌克兰的会傻眼 特朗普的方案一共有七个内容 一一旦大选获胜就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穆斯科与俄方 拟定和平协议草案 二把草案送交乌克兰研究 乌克兰无需任何表态 三邀请普京和泽连斯基赴华盛顿参加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 四典礼一结束 立即让泽连斯基到椭圆形办公室 就和平草案表态 结果两个选项 即同意或不同意 五 如果泽连斯基不同意 川普就再给他一个声明 再给泽连斯基一个小时的考虑 该声明内容如下 一 美国将切断一切队伍的援助 包括军事装备 情报信息 资金援助等 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全脱钩 封锁所有与乌克兰接壤的北约国家的有关边境线 也就是说 你们乌克兰和俄罗斯 关起门来打个明白 这是让乌克兰灭国的招数 三 美国将不保证泽连斯基在内的政府 主要官员及家属的人身安全 六 如果泽连斯基回心转意 同意签署和平协议 川普带领普京和泽连斯基 共同参加新闻发布会 向全球高调宣布 俄乌战争打了近三年了 川普仅仅用24小时 完全解决了拜登和整个西方都无法完成的事情 驻扎在罗马尼亚的101空降师 按原定计划 在第一时间空降俄乌交战线 建立俄乌两军的隔离缓冲区 特朗普不愧是特美普 这个解决方案确实很有特点 英国方面 英国外交大臣坎威伦呼吁西方政界和媒体 放弃对乌克兰战争前景的悲观言论 我们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25倍 我们完全有能力证明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而不是站在普京一边 似乎坎威伦也意识到了 特朗普上台之后 情况会发生改变 坎威伦表示 如果将来川普赢得总统选举 将计划与其讨论自己的观点 国安方面 对于扎乌日内跟泽连斯基将帅不合的话题 有了一个新的证据 昨天 胖司令扎乌日内发布了专栏文章 毫不含糊地指责泽连斯基 国安国家机构 没有能力 在不出台不受欢迎措施的情况下 改善国防力量的配备状况 这估计是扎乌日内 知道自己情况不妙了 开始反击了 不过 对于泽连斯基 想要解雇扎日内 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图片报消息就指出 泽连斯基想解雇扎日内 但被可能的继任者 布达诺夫和希尔斯基反对 其实 我觉得像俄乌战争 就是最好的选拔出色将军的时候 猛将必起于足武 尤其是像现在处在战争期间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 搞一场演习 有能力的跟没能力的 都一样能够完成 也看不出来 但是战争就不一样了 有能力的将军 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而没有能力的将军 你给他再多的兵 再好的装备 他也打不赢战争 大日内 实际上他并没有经过 多少战争的考验 只是靠着希尔斯基的上师 平步青云 这样的将军当总司令 他的根基是不牢固的 从去年 泽林斯基任用他来看 说实在话 他辜负了泽林斯基的信任 这样我想起了楚汉相争 刘邦跟项羽打了那么多场仗 屡战屡败 到了后来 刘邦败了几乎所有 任何名声的韩信为大将 一下子就掌握了主动 最终打败项羽 那么此次俄乌战争 泽林斯基是不是能够 慧眼石英才 从下面提拔出一个总司令 荷兰宣布再多向乌克兰 提供6架F16战斗机 荷兰国防部长卡伊萨 奥隆格伦表示 由于荷兰政府 取消了向一家私人承包商 出售F16飞机的计划 所以将向乌克兰增加 交付6架F16战斗机 奥隆格伦表示 荷兰国防部是在 已经承诺交付的18架 占F16战斗机之外 增加交付6架F16战斗机 乌克兰的空中优势 对于反击俄罗斯的侵略 至关重要 该部长说 随后 乌克兰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表示 乌克兰期待已久的F16战斗机 抵达该国后 将使用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 随着时间的流逝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 再过不到20天 乌克兰战争就进入第三年 现在看乌克兰面临好的局面 也有一些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 美国因为党争 对乌克兰的援助急剧缩小 幸亏欧盟及时的通过了 对乌克兰的5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说则的话 乌克兰的境况真的是非常危险 这场战争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大家都想看到最终的结果 到底谁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不管未来怎么样 我坚信战争的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 这个世界上终究是得到多助 别看现在俄罗斯气势凶凶 看似很有威力 但其实有些事情不能只是看表面 这就像有些时候 我们推一堵破房子 你看那个房子 那堵墙看着很牢固 但其实它的根基已经腐朽了 你不去推不知道 你试过几次之后可能在猛一发力 它就轰然倒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每天最少需要花费8到10个小时 搜集和整理有效的信息 并需要3至4个小时将信息整理成章 再录制成视频 再发布到平台上 还请广大朋友在宽宇的情况下 给大雄一些打赏 给一份鼓励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